国际焦点来关注的是乌克兰攻进俄罗斯本土之后继续缓慢的往前推进 同时发动勘战以来最大规模的长城无人机攻击 突袭俄罗斯四座军用机场 由俄军的这个军机遭到了摧毁 而乌军在攻入库斯克之后如入无人之境 几乎没有遭到阻挡 还有大批的俄兵沦为俘虏 俄罗斯两个边境州已经进入经济状态 乌克兰特种部队继续推进俄国境内的库斯克 他们攻入俄罗斯本土后 在丛林中枪林弹雨的作战镜头 首度对外曝光 画面拍下他们成功伏击一辆俄国军车后 映入眼帘的就是一条笔直大马路 一片最后除了看见四散的俄军遗体外 似乎没碰到更多阻挡 乌克兰士兵大笑出声 不敢相信真的轻松就这样攻进俄罗斯 这段影片还能看到一辆美国提供的 MAX Pro装甲车也跟着缓缓往前 They were shocked by such a rapid advance, he says They were in tactical encounters and willingly surrender to the defense forces and then every warrior, every soldier who defends their homeland probably had a dream of stepping onto Russian soil and destroying the enemy there these feelings are impossible to forget 继乌克兰电视台记者进到俄国拍下乌军拔除俄国国旗影片后 更多类似的摘旗画面陆续曝光振奋军心 根据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乌克兰目前仍持续沿着主要高速公路深入库斯克 而乌克兰自己则宣称掌控超过100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 而且俘虏大量俄国士兵 除了有俄军被拍到在乌军指挥下列队行走 还有更多人狼狈趴地束手就擒 数量恐怕有上百人之多 而且不止库斯克 连临近的贝尔戈罗德都进入紧急状态 从乌军发动突袭以来 俄国边境撤离的居民超过13万人 许多人谈及战火打进家门 坦言感受很复杂 乌克兰对库斯克的突袭行动进入第十天 边境地区还有更多军车持续开往俄国 俄罗斯看来也还是难以抵挡物军的无人机攻势 一夜之间又有四座俄国空军基地被锁定 还传出有俄国战机遭到摧毁 俄军这回真的慌了手脚 一段卫星拍下俄罗斯疑似怕乌克兰再推进 紧急挖出新的战壕 而且位置距离边境超远有45公里 为了保住普京的延灭俄罗斯张贴广告招募人力挖战壕 并开出赏看4000美元约台币12万的高薪 不过更重要的救兵似乎还在半路 俄罗斯战争期间不只打压独立媒体还开始限制YouTube的网路速度 他们对外声称是要逼YouTube解封俄国官媒 实际上也是借此淡化各种不利俄军的西方讯息 对于库斯克战况 泽伦斯基表示进展顺利 而这些推进的范围也被视为乌军想在边界设置缓冲区 以防俄军频频用滑翔炸弹攻击 但相关的突袭画面无一向对普京疯狂打脸 昔日的第二大军事强国颜面彻底扫地 继续来看的是新一轮的加萨停火协商将在卡达登场 不过传出哈马斯在最后一刻拒绝出行 将由埃及跟卡达代为转达讨论的结果 另外中东媒体爆料在谈判前 美国暗中对伊朗释出善意 背着以色列将暗杀哈马斯领袖的特工名单 偷偷交给了伊朗 妇女相拥悲痛哭泣 不止因为轰炸劫后余生与亲友天人永隔 让他们忍不住情绪崩溃 民众着急带着伤患送医 这样恐怖的场景天天在加萨各地上演 空袭依旧没日没夜 建筑镂空外墙全碎 从去年十月冲突爆发以来 加萨民众至今人活在人间炼狱 抨击以色列惨无人道 加萨人指控以色列士兵明知故犯 刻意朝平民区攻击 但以色列这边丝毫不受影响 甚至还准备加大攻势 没见面哈马斯不罢休 态度坚定加萨紧张 难以降温 加上哈马斯领导人遇刺 敌军阵营伊朗扬言将要报复 美国宛如热锅上的蚂蚁 各国的谈判代表周四将聚集卡达杜哈 针对新一轮停火谈判进行协商 就怕区域战事迅速延烧 美国代表团积极居中斡旋 美国对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谐商 态度看似乐观 但事实上美国压力非常大 因为这次谈判如果没达成协议 伊朗就会真的动手 报复世袭击 连哈马斯都说对协商通过没信心 更说美国担任中间人没诚意 据传这次谈判哈马斯拒绝出席 会后将由埃及和卡达代表 在另外的空间转达讨论结果 另外根据科威特新闻报报道 美国其实已经秘密派代表团到伊朗 暗中转告德黑兰当局 暗杀哈尼亚的以色列特工名单 似乎要先释出闪意 美国究竟是不是为达木蒂 背叛盟友不得而知 但以色列内部有退役将军 撰文杠上总理纳坦雅胡 认为国家已成贱民国家 还遭盟友背弃 另外全球各地抗议人士继续声援 巴勒斯坦人呼吁停火 洛杉矶高速公路周二遭占领示威 阻挡通行 纽约也有巴勒斯坦旗帜飘扬 在美国副总统贺锦丽造势活动外围 替加萨民众发声 同一天夜门 也有学生走上街头 力挺在中东的兄弟姐妹 阿拉伯国家看到加萨人的现况 也同仇敌忾 因为当地医疗机构遭到摧毁 慢性疾病的患者只能勉强续命 洗肾的民众第一个受到影响 每天还得忐忑不安 不知道何时医疗照护会中断 加萨人抱怨这一切的结果 都是以色列还有美国等盟友的错 根据巴勒斯坦卫生单位统计 至今加萨已经有超过四万人丧命 大家的希望只能寄托在这一次又一次 似乎没有止境的停火谈判 TVBS新闻中午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